大家好,我是張傑偉 請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打開小鈴鐺 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個 我覺得其實是有一點 嚴肅 有一點 需要認真去面對的一個問題 長期以來 其實應該 在台灣 學情啊 不管你是科班、興趣 你如果有去在學校考試 參加比賽 你們會發現 很多比賽 無論是政府辦的、民間辦的 基本上 比賽就是只有三分鐘 那樂曲 不管你是鋼琴、小滴琴 三分鐘、四分鐘這些 常常都是 一個比賽或是考試、升學 對一個 他們聽曲目的這個標準 那這個東西 我今天想跟大家 好好來談一下這個 為什麼我覺得他是有一點嚴肅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先開始的時候 先跟大家聊一下 我想跟大家聊這件事情 自己是因為 我前幾天上課 我有一個學生 他是成人的學生 然後 那天他 因為快過年了 所以他 就是 反正他就給我一個 年節 禮物 然後順便 也 有了他的名片 然後他告訴我 他是在台灣的交通單位 工作的人 好 那 我看到他的名片 我就看到 想到交通這件事情 他也當然跟我 講了一下 他認為台灣的交通怎麼樣 好那我當時 我剛剛說 其實 看一個國家的交通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 那個國家的民族性 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 我覺得是笑話的事情 我有個非常非常 好的朋友 他是中國人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基本上 他都是在 歐美演奏 那他很少 會回到中國 去做演奏 在那個時候的他 那有一次我在中國 他剛好 也有了一次 就是他 第一次 回去中國 他離開中國很久了 然後第一次 可能是 小時候有吧 但是 成為職業音樂家的時候 他可能那是他的第一次 跟中國的樂團合奏 然後 因為剛好那天 我也有事情 所以我沒辦法去 聽 但是 我在事後 我就問他說 那你這次 回中國 你覺得 跟中國樂團 拉協奏曲 你的感覺怎麼樣 中國的樂團 怎麼樣啊 他跟我說 結尾 你看我們的交通怎麼樣 我們的樂團 就是怎麼樣 好 我馬上瞄懂 我說 是不是 那個感覺是不是讓你覺得 每個人都在那邊競爭 他說對呀 我們的樂團 就是 每個人都想要把自己做得很棒 可是不知道 怎麼樣合作 在一起做得很棒 那個時候 他是這樣告訴我 OK但是 那個只是 僅此於那個時候的 那一次的經驗 我覺得不能說 每一個中國樂團 都是這樣 好但是這個東西 對我就是有一個反射 我在這邊跟大家講 有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講到交通 這件事情 我想到這個交通 就跟我們的教育會有關係 當我在台北市 早上 或者是 尖峰時間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景象 我覺得 外國人看到 他們會覺得很訝異 首先我要說我非常愛我 愛我住的地方 我也覺得我們的 民族性有非常多好的地方 但是 我覺得 我們也有缺點 那些缺點如果可以改掉 我們可以成為更棒的地方 我們可以成為更好的人 我覺得那個缺點就是我在看 尖峰時間這個時候 我看到一個奇怪的景象就是 騎摩托車的人 不可以紅燈右轉 但是紅燈的時候 他會下車 用摩托車 用牽的方式 轉彎過去 因為這樣子牽車 就不算是騎車轉紅燈了 然後再繼續騎 這個景象就讓我想到了 尤其是我在白天上午的時候看到 後面載個小孩 其實 你一個 爸爸媽媽做這樣動作的時候 坐在後面的小孩學到的是什麼 投機取巧 投機取巧就是一個 我們的民族性裡面 我覺得是缺點的事情 而且很多人喜歡用這樣的事情去 去處理他的人生跟他的工作 你早上 你如果要趕時間 你希望不要被開罰攤 那你應該要早一點出門 而不是 教育小孩子 喔 你看喔 我們紅燈右轉 警察背背會開罰單 但是我用牽著過去 轉彎 那就不是 轉紅燈喔 這個是在教導小孩子 投機取巧 好回到我剛剛 想跟大家聊的 比賽 考試 什麼都是三分鐘 你在這個環境裡喔 我們是可以理解為什麼一些場地 或者是當然他們今天要辦活動 或者是考試 有場地上的時間限制 也有預算上的時間限制 老師上 老師有沒有這麼多時間也是一個限制 我覺得這個都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不能夠說要求每個單位 一定要 把 這個 時間大的多長 但是重點是 他這樣子要求的時候 譬如說 你考試 比賽 他是要求聽三分鐘就會按你 但是你 學習的態度你真的就只有學這三分鐘嗎 我看到很多的 不管是老師或是學生 從我小時候到現在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沒有碰過一個老師 會叫我只準備到那個 所謂評審 或是比賽會聽到的時間 我覺得我們是沒辦法改變環境 可是我們學自己對自己的態度其實是 是應該調整的 你看喔 學一個曲子 有一些 學生老師 他們就說好吧 那三分鐘 聽三分鐘 那我們就準備到三分半 然後快要上來之後就開始用手錶亮 請問 當你今天一個曲子沒有練完的時候 你一個協奏曲只有拉過一個樂章 而且還 只有三三分鐘的時候 你有一天可以跟人家講說你拉過這個協奏曲嗎 一個課文沒有讀完你可以跟人家說過你有上過這一課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態度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用投機取巧的心態去學習 我可以很直接的告訴大家 如果你的學習過程當中 你是用這樣子的態度去學習 考試 只聽三分鐘 比賽只聽三分鐘 你都是只有樂曲 只有練那三分鐘 我可以肯定你絕對以後不會是成為那些比較好的人 我還不是說最好的 比較好的人你都沒有辦法成為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要呼籲一下 家長 其實家長有的時候 家庭教育勝過所有的教育 那我也呼籲 老師 包括你自己是學習者 如果今天你的老師是這樣跟你說我們準備到這邊就好了 我們明明其實大家都懂 一個曲子拉三分鐘 跟曲目拉完 那個難度是差超多的 那個專注力是差超多的 而且 很多曲子是 後面 才開始精彩 後面才開始難搞 所以 你只有準備前面那些東西 不是一個很良好的態度 我再次強調 不是 我不是去批評這些單位 你們應該全部都要調整 因為 實際上理想跟實際能夠實踐 一個活動 這個我了解 會有一些難處 但是重點 我要講的重點是 你不要從小 無論男的或女的 你就成為一個你只有三分鐘的人 你學習 一個音樂 學習任何東西的態度 不應該是這樣子 那我再告訴大家 我自己的經驗 有一次 我在考試的時候 確實考試時間就是有限 我就被碰到老師 直接叫我從後面拉 我一樣就是交代的很好 事後 因為做這件事情的老師是曾經教過我的 他還跑來跟我說 不錯 你的學習態度很好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抱持一個僥倖 一個投機取巧去學東西 的態度 也許我們不能改變整個大環境 但是我們可以改變自己 這個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面對於台灣 這個比賽 考試 這些 音樂 的活動 無論任何樂器 只聽三分鐘 我們自己怎麼面對他 希望你們 不是為了準備考試 去 學這個曲子 不要用這樣的心態 是真正 想要去了解這個曲子 好好學好它 那你才有可能去把 你學的樂器 學音樂這件事情 做的 比較好一點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希望大家 可以 稍微省思一下 好 那今天 就跟大家分享在這邊 希望大家也可以把這影片分享給你周圍的人 如果任何 小弟兄相關問題 音樂相關問題 歡迎大家來信 與我聯絡 謝謝